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还有老街的生意 交通部长 县长 立委等人 纷纷出席剪彩 同时也期望未来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在立委陈欧迫的争取 还有交通部的经费协助 民国51年建立的头城泊车站 终于有了全新风骂 交通部长 县长 立委 镇长 地方人士 共同参与盛大的完工典礼 四只两千八百多万整建的头城火车站 不但内部空间重新规划 提供完善的后车环境 外观更是渾然一新 融入龟山岛跟老街元素 希望结合中央县府地方资源 应用铁路运输功能 疏解雪山隧道的车流 同时带动头城山海 休闲观光产业 希望这个车站的美化 能够欢迎大家 更加爱用台铁 让我们的铁路成为 过去大家的习惯 也是未来我们 整个开发上面的一个重点 我们也希望 头城火车站 可以使头城的发展 能够更加成为一个重要的基地 我们来预祝这样的一个车站 不单是服务旅客 也帮助地方的繁荣 部长大家觉得 它可以舒缓雪碎的交通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用意 我想雪碎的交通 在假日的时候 一定需要各方面的交通条件 都要改善 所以当然它具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帮助地方的繁荣 因为凡是有旅客经过 就会在这边来停留消费吗 石城 大理 大西 龟山 外澳 五个小站 现在有一些都变成是无人站 那无人站 我们现在要发挥特色 因为旁边就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 现在县政府正在做一件 很有趣的规划案 叫做五鱼鱼铁共购的一个整合方案 我们整合城乡新风帽的前 整合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的这个原来的规划案 那我们也希望把铁路公路 包括旁边的自行车专用道 还有更重要我们的鱼港的海上的这个蓝色运输 大家期待的我们东部的快铁 就是我们这条直线铁路 这个是93年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已经核定的道路 赶快来这个开辟 第二个我们的铁路高价 虽然县里经费 现在我们要负担12%的预算经费 我们很困难 但是我也跟蔡总统反应了 财政收入方案的话 要赶快修正 我觉得地方的重大建设 是没办法推动 当然我们还有三角观光大路 还有最近我们期待铁路公路的 从大溪大理这里直通到湖隆这个隧道 我们现在在平铺当中 那还有我们未来苏澳改通舟之后 我们的苏澳休息站 还有博物接连接苏澳改的道路 相关的道路建设很多 那我期待我们部长能够重视宜然这个小地方 而庆祝车站完工 铁路局还发行500套纪念套票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已经进入第5年的银鼠关活动 银金106年除了县内有许多跨年的活动之外 民众也可以选择元旦来佛光大雪银鼠光 这里不但风景优美 有专车接送还有纪念碉 而且还有平安周 加上有精彩的节目表演 最后还有敲钟祈福的仪式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心 已经进入第五年的银鼠光活动 这次结合郊西在地农产金枣 所以欢迎宜兰乡亲 2017年元旦来佛光大学 今早来弄情 好文未遭情 今早来弄情 好文未遭情 银鼠光的活动 在整个台湾来讲 我们这边办的都非常特别 而且今天的主题 今早来弄情 好文未遭情 相信在我们管务长 工作长和这边 共同来办理的 希望我们这个网络 能够给予台湾 8年 以外能够给予国民 县鼠表示 在公所佛光大学跟游举的协助下 准备精彩节目还有明信片 跟小礼物 要送给现场民众 而且还有平安粥跟曙光茶 免费享用 那同时我们有我们太鼓舍 火光大流太鼓舍用七十八路来迎接我们宜蘭的第一道曙光 希望在这一年大家能够平安顺境 同时我们有宜蘭邮局来发表我们新的明信片 有我们园林峰 那还有我们提供有平安州 曙光茶 让我们的活动相当相当的会顺利 我们在这边邀请所有的民众 在我们宜蘭的双城 罗东宜蘭跨年之后 能够在曙光这一年 这一早上大家能够早上到我们佛光大学来迎曙光 为了方便民众参与迎曙光活动 元安当天早上四点半到九点 在郊西转远站有免费专车接送到佛光大学上下山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你知道市内第一名的取缔撤速照相是在哪里呢 国民党议会党团今天也公布了今年1月到11月这数据 发现说这第一名是在宜蘭市中山路一段北上这个地方 连续叫起到来 议员温馨的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速线 别开心过年却扫兴伤了荷包 开车被测速照相取缔 收到罚单绝对开心不起来 全宜蘭线57只固定测速照相 取缔件数位居第一名的 就是位在宜蘭市中山路一段北上路段的设备 今年1月至11月 统计取缔件数有6173件 前20名的罚款的固定式设施感照相设备 那我们宜蘭市总共有57只的固定感照相设备 那前20名的话 在这边我们提供的是第一名是宜蘭市的中山路一段560号前 就是现在往宜蘭运动过的方向 包括在我们营索外来讲起来 在台湾附近也有一支来讲 发13381厂设施感照相的固定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们有罚位的乡亲 在哪里的宜蘭官在固定时 要注意到这个测速照相 明天就要跨年迎接廉价 国民党议会党团温馨提醒 驾驶人注意道路速限 别开心过年却扫兴伤了荷包 尤其是在我们营兰官 延众测速照相有57基 今年从1月至11月 延众团2万4757点 这是非常多的 现在要故意看大家的党 都尊重整整整整整 是要向各位我们的乡亲 是很温馨的提醒 我们说十几车不够快 所以筛费车不见得是会比较快 反而时间会延迟去 然后你的荷包会流失 当然警察局限制这些乡亲的乡亲 当然他的立志堅事务 给我们各位乡亲 大家不要乡亲 并不是说母亲跟我们一起担 所以希望各位乡亲 出国大家要不要喝酒酒 回车也不要乡亲 千万也不要跟这个 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在此 要先让我们转贴我们的乡亲 议会我们共同团的乡亲 现在我们的乡亲 所有的同志希望 有一个平安快乐的十年 根据统计 从今年1月至11月 宜兰县57支固定测速照相 共取地2万0407件 开车不超速 遵守安全驾车原则 快乐出门也要平安回家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从报道 也是跟交通有关的 则是在三星乡 自从洪彩岭营区进驻之后 这营区附近的造林路 还有富贵二路三路这个地方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车祸 而且大多和营区内的官兵 开快车有关 而为此香公所 今天也特别邀请 相关单位来会看 决定三天内设立 速线40公里的警示标志 由警方也会加强取地 三星乡造林路 以及富贵二三路 是洪彩岭营区主要的连外道路 可是少数的官兵为了抢快 时常超速行驶 车祸频传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 昨天还发生一件死亡车祸 每个月都发生很多车祸 因为那些朋友没有了解 地方的建国的道路 和地方增加的道路状况 每天你发生真的吗 我在这里要求 我们公所也要求 我们警察局 来跟朋友沟通 做一个他们的全用道路 希望不要在这条三条路上走 为此乡长黄熙 今天特别邀请三星警察分局 以及地方名义代表到现场会看 决定三天内设立限速 40公里的警示标志 并由警方加强举地 我们贏区已经进入 我们的几年车 还有赏文护专 还有更新护专 所以整个交通已经是不像 以前的那样单纯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希望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乡人出入 大家一定要很细腻 因为这个环境 以前不一样 那近民或农党 都是很危险的事 你说像沙漠 就发生 为了要做一个本搜 但门口要来做本搜 就没办法回家 这些是不是很疼 所以站在我们公所历中 我们会继续来冠近 来把这个较危险的相关的道路 我们冠近来做一个交通的支持 这个路权 因为是三星相公所 他们在设置的相关的 限速的路牌以后 我们就会来编排情务 加强这个路段超速的违规取缔 以保护那个用路人的安全 此外地方人士也请 公所和三星警察分局 能够前往营区来拜会 并加强官兵交通安全宣导 以降低车祸的发生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偷成新镇中心路程启用之后 而这旧的办公厅社 未来是何去何从呢 公所初步有了规划 除了先期会作为幼儿园 整修中暂时的安置空间 餐铁计划是会朝着两个方向来进行 一个是补墙结构继续使用 第二个是拆除作为停车场 或是临时市场 或是开发成商场来使用 对旧公所未来的用途 政长表示 因为公所获得中央補助 针对幼儿园要进行环境改善工程 所以施工期间会先利用旧公所 作为教学空间 头像古公所的这个合法利用 我们在短期间里面 先要让我们这个幼儿园 也就是东北年的这种东北班 先来进驻 因为我们在106年 有争取到563万的这种 幼儿园的环境改善经费 所以我们要让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 先进来半个年 根据了解 921地震后 这栋建筑物被认定需要进行补墙 不能长期使用 所以要经过详细讨论 听取多方意见 来决定旧公所是否保留或拆除 像是继续补墙或是做更有效的场地运用 原有这样然后我们做一个补墙来出租 但是呢必须要有经费 一千万来补墙的经费 第二呢我们就拆除掉 来做一个这个收费的停车场 或者是市场或者是这个观光夜市 第三呢我们就是要以这个市场来做一个整合 来未来呢 还是要通过代表 由代表会来通过 做这种地上检的这种设定 然后呢做一个商场的这种开发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 105年宜蘭市市长辈社会组慢速壘球锦标赛 12月25号在宜蘭市西门桥下 慢速壘球场热烈开打 总共吸引来自县内12只竞驴来参赛 由于各队实力都相当 比赛过程相当的紧张又刺激 105年宜蘭市市长辈慢速壘球锦标赛 共有12只社会组竞驴参赛 由于各队实力相当 比赛过程紧张刺激 市长江中渊表示 明年全国运动会女子壘球比赛 将会在宜蘭市西门桥下慢速壘球场来举行 相关单位将会投入600万的经费 进行软硬体设备的更新和整修 届时这个地方将成为宜蘭县西北地区设备最完善的球场 106年度的全国运动会 争取到全国女子的脸球赛 在我们这个球场来举行 相关的建设经费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比赛 让经费到位 把整个球场整建的更加的完善 不管是内外野的一个草皮 或者是观众的看台及周边的停车场 及厕所公共设施等 我们希望在县政府中央单位的资助下 跟我们公所共同来配合 可以有一个在西北地区 一个非常完善的球场 让我们宜蘭县这么多爱好壘球的 这些民众乡亲可以来共同来参与 这个属于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这个垒球 一定把我们的垒球把它做得更好 甚至超越花莲县 我们宜蘭也要走出我们宜蘭县 甚至去打海峡杯对不对 那我想这需要有一个传承 像我们今天信华队就有三队副子党来打 所以说这个传承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我们那个宜蘭 可以靠着这个垒球赛来走出宜蘭进入国际 市长也强调 由于慢速垒球的人口越来越多 未来公所会过大比赛规模和组别 让更多人参与慢速垒球的运动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来看一位有爱心的钢琴家 这是刘英钢琴家江杰飞 在11月12号搬了一场工艺钢琴的独奏会 轮票所得是28万9千多元 在今天全速捐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 来作为职务人安养的经费 在过年之前收到这个大红包 运赏也特别自贞感谢赏 感谢江杰飞含东送满的心意 钢琴家江杰飞11月12日在宜蘭演艺厅举办工艺钢琴独奏会 共有500多人进场 门票所得28万9千多元 他也在今天全部捐给创世基金会罗东分院 作为职务人安养经费 真的非常感谢这次有来听音乐会的各位观众朋友 虽然说大家尤其是充实的这边的朋友 一直说就非常谢谢江老师的爱心 然后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说我只是在做我平常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也是在做我平常就还蛮擅长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正需要去谢谢的是那一天 能够过来捧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然后他们带着他们善良的心 然后因为他们掏出他们的钱来购票 因为通常在宜蘭这边购票听音乐会是 这个习惯其实是大家还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壮士罗东分院院长特别致贞感谢壮 代表所有职务人感谢江杰飞含东送暖 他也希望更多善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帮助植物人 在年终之际送给他们一份温暖 那我们很感谢杰飞帮助我们创世植物人 安养经费的一个募集 藉由他一个优美的歌声 那除了帮助我们植物人一个感官的刺激之外 也帮我们募集了约29万的安养的经费 那在这个睡末寒冬真的让我们感受到说社会满满的温暖 真的非常感谢他 那我们这些经费呢也会用作我们一个植物人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安养的一个费用的支出 那在这边代表创世基金会 这些不能讲话的植物人跟他们家属 感谢我们的杰飞 谢谢 江杰飞希望用音乐的力量来帮助弱势族群 因此每年岁末都会举办公益音乐会 明年的场次预定在12月10日来举行 所得将全数捐给县内的公益团体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明天就是元旦连续假期 天气到底如何呢一起来关心 明天宜然地区是一时多云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将于几率是80% 气温是17度到22度之间 接着来关心雨的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然新闻 我是蓝夏如感谢收看 这份一切平安顺心也连续假期愉快 我明天同时间再会 quindi 记得在 Five Nigh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